10分钟后的峡谷资源相对10分钟前会更加的稀缺 为了优化大家在10分钟后资源真空期时的体验 我们将暗影暴君和暗影主宰的刷新间隔从4分钟调到了3分钟 在调整之后我们也一直关注大家的体验 我们发现在调整后 部分情况下大家会连续面临暗影主宰的压力 我们希望能够缓解这种压力感受 让10分钟后核心生物的压力节奏不至于那么紧促 另外我们对暗影先锋的强度也在持续进行观察并进行优化 这次会进一步降低15分钟前出生的暗影先锋压力 整体来看冰甲的被动平均收益不高 但在不同的对抗场景中收益方差过大 以至于一次高收益的抵挡会给对抗方带来印象深刻的不良体验 我们认为其克制程度有些过了 因此我们将其替换为更为温和通用的效果 新效果依然可以在开团和团战过程中有效放大生存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